現在有口罩出現問題 台中一家生產醫療口罩的工廠 今年1月5號才取得醫療器材 許可證 不過卻在取得許可證之前 就疑似開始生產 販售醫療級的口罩 檢調接貨檢舉 二月一號前往查扣了 相關口罩的製造機 還有一百二十九萬片的口罩 全以違反鑰匙法偵辦當中 調查局人員與台中市衛生局 稽查人員 二月一號來到台中這家口罩工廠 現場查扣約一百二十九萬個口罩 還有六部口罩製造機組 因為這些口罩 疑似都是業者 還未取得衛福部食藥署 醫療器材許可證前 就偷跑提前生產販售 還在外包裝 印上涉及醫療口罩功效的字樣 那很清楚的 這邊的宣稱是 防止飛沫傳遞 過濾微生物 提議及微量的微粒的粉塵 經過我們含請食藥署解釋 那業者的這樣的一個行為 也就是說它本身口罩的性質 是應以醫療口罩來管理 台中市食安處表示 去年底接獲民眾檢舉 台中西屯區這家口罩工廠 所生產的醫療口罩 並沒有醫療器材許可證字號 監警介入調查 發現該工廠在今年一月五號 才取得醫療器材許可證 但從去年十月就開始生產販售相關口罩 那這家業者就是說在它製造還沒下來核准前 那在去年十月份左右那就開始製造並對外宣稱 它這樣的一個具有相關效能的一個口罩 所以就涉及微精許可製造 那數量的部分目前檢調方面也正在釐清 涉嫌違法的口罩工廠相當低調 他們不願受訪 員工僅私下表示 他們的口罩製程都沒有問題 調查局目前將全案依違反鑰釋法 將口罩工廠黃姓負責人等四人 移送台中地檢署偵辦 這些沒有證號的口罩也一併送驗 記者邱志佩 彭安群 台中報導